先繼續來看的是 官議關注王莊梁 市察算頭騰窗五分車的新車廂 以親自視察感受車廂 裡面舒適的環境 也其他在五分車 能夠夠共南園 夠新車廂到10英文以後 創臉在自己各地站 自己可行程庫 算頭騰窗和夠共南園頂頂 重要的經驗和建設 再從自己愈有的新領執 觀點文章兩者 台藤公司黨署長由民主 在綜合規劃處處長 過開提新聞清潮處處長 優何族 以及無法觀光局長 齊佩玲的包容之下 作為市察五分車的新車廂 另外為了提醒五分車 演算警官的訪問 官府向雷政府 應見書提報 競爭行結業 建國主兵的力量丟臺 一百十幾年四月 在海中保存款六千萬 以及今年就表達到 明年代進展完工 那我們希望未來從高鐵站 那坐五分車 那可以到算頭堂場 那也可以到故宮南園 那未來科學園區完成了以後 實際上在科學園區的對面 也有一站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五分車的 這樣的鏈接 能夠把嘉義很重要的一些設施跟景點 那能夠做一個串聯 那也讓大家可以做一些懷舊 那今天謝謝我們台唐新董事長 那楊董事長 那特別大家一起來看 這個新的車廂 那我們希望在十月份的時候 那能夠跟大家見面 那記得能夠營運 然後能夠到故宮南園 那最近大概也在故宮南園 大概跟故宮院長 上次來跟我見面的時候 他也大概提出一個過想 那他們目前為止還在演繹 是不是以後到故宮南園參觀 只要坐我們台唐的這個五分車 那就可以免再買門票 進到故宮南園參觀 那我想他們都還在演繹 那我們希望透過三方的合作 能夠把這條路線帶動起來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最大的期待 那我們也希望所有的遊客 跟所有的觀光客 那大家可以坐高鐵 進了連接我們的五分車 進了能夠暢遊嘉義的 堂場風光 以及故宮南園的國寶 台藤公司表示配合代替元素台藤 當時蔡江新車廂 優化既有的機車頭 甚至列車變租 將為兩台機車頭掛載 七台的轉型客車 以及一台電玩車 車廂來保證實冷氣空調 和土味體保送去 其中三台客車設有無種改區 另外三台客車以產車的概念設計 提供民眾不同的大桌選擇 官長吳章梁說台藤五分車外觀 方向國的設計 維持適合時尊記憶當中 接送客廂的車廂設計 專心搭造的車廂減加速時 車廂來設有冷氣 每一座列車和設一座產車 提供在地美食頂頂地點 讓郵客拿拼上美食 拿享受堂外的美景 聲音宣佩奧中的聲音 六卡箱採訪報登 你過馬路怎麼穿到這樣 你不知道 現在過馬路很危險 馬路如虎口 這樣那麼安全 不用啦 現在過馬路 如果沒有離浪行人有加重罰則 現在變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這樣我就放心了 這樣我就不用管了 好 不錯喔 我們現在就是要抵浪行人 台灣現在很多你看 過馬路不敢過 你看車來就會怕 所以我們是人讓車 那現在台灣要整個要改變 我們原本就是應該車要讓人 對啊 所以現在台灣要交重處罰了 如果你沒有讓人的話 那你的罰款會很重 大家不用怕 現在要過馬路 不管你是塞車 還是騎馬路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過 不然會加重罰款的發情 所以現在政府很重是這個 所以所有塞車 騎馬路的人 快得行人要過馬路 一定要讓他們先過 大便 我們接著 記迷 我們來看 體驗 我們來看 這兒 我們來看